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1月20号 星期四 那么本周我们在周一的时候说 本周就没有操作 大概也没有操作 目前仍然维持这个观点 请看文档的第一张图 请看文档的第一张图 这个酒台还在说 这个出了好几个利好消息 价格是包容一切的 连涨都不涨叫什么利好 只有你认为那是利好 好吧 盘中的时候 今天上午的文字课的时候 也说这一点了 利好消息只是你认为的而已 好我们继续讲 明天最后一天了 如果要是出结构的话 比低于90分钟的这个地点 不出结构相当突破趋势 也是明天收盘 明天收盘 你下周一再操作就可以 所以明天不操作是大概率 甚至可以不用看 形成可操作性是不大的 下面的出红小线 这是一个好消息 这是一个好消息 这个MCD参数是不对的 431和4 看结构一定是看 1226和9 1226和9 看结构一定是看1226和9 1226和9没有出红小线 我们说这个红小线 主要的是指90分钟结构 日线 日线区别不大 区别不大 山上突破趋势是比较难的 纠缠区别参数是高2 也没有出现较大的大数 如果是6 7 8这种数字 你就要注意了 二无所谓 区别重排的概率比较大 90分钟 看90分钟 90分钟我们参数改为6 41和6之后 应该是40 641和6之后 距离穿轴了 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你看 价格实际上是向下运行的 向下运行的 但是MCD的值 DF值 基本上是持平 所以价格如果是向上走的话 MCD会先与价格进行穿轴 会先与价格进行穿轴 要注意一个细节 就是价格往下走的时候 MCD时候并不往下走 下面的MCD并不往下走 所以还不排除四浪穿轴的这种可能性 那么这个也不在本周 主要还是看下周 主要还是看下周 好吧 所以今天实际上是没有 跟昨天来讲没有太大区别 指数波动也不大 市场当然出现了较大的分化 就这一点 大家看这张图 分化特别明显 你看指数没有跌多少 指数跌三个点 下半开在这 收盘收在这 但是你看黄色现在这 然后涨跌加数比 388加上涨 1669加下跌 1比4的关系 这个涨跌加数比是非常吓人 所以今天就是典型的是不涨指数 但是不跌指数 但是跌个股的天数 那么前一天刚好反过来 指数不涨 但是个股涨 现在是指数不跌 个股不跌 总体仍然是处于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中 这种分化不会持久 这种分化不会持久 那么前一天是正分化 现在是反分化 正分化加上反分化 其实总体来讲还是平衡的阶段 那么我们对于本周 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说 本周的可操作性不大 大家不要对本周有过多的期待 也不要有过多的失望 本周波动幅度它就是不大 好吧 然后我们仓位现在目前也基本上是最轻的阶段了 我们当然希望能有一个好的买点 但是本周呢 你这样一眼看过去呢 就是没有好的买点 没有确定也很好的买点 这就是我们对本周所说的 就是放一个平常心 不要有过多的期待 也不要有过分的失望 保持一个平常心 度过本周就行了 节前的最后一周 也就是下一周 也不确定它一定没有买入的时机 低点的确定性不确定 好吧 下面的时间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别酒台 别说什么出几个利好大盘部长 什么巴拉巴拉的 大盘部长的利好 他也叫利好 对不对 真处理好大盘肯定是涨 至少会高开 你看这两天哪天高开了 涨跌幅中位数 负责2.7%下人 对今天跌 个股跌的很多 你名字怎么起了个 叫做比徐晓明还帅的人 不自量力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1110到1213 上市周期是24 你为什么说是23 按照最低的收盘价格为0 就一样 最低的收盘价格为0 下一个周期才会寄付 就是从最低收盘到最高收盘 而不是从最低价到最高价 好吧 老师敬言他 不敬言了 玩笑的 这不允许别人比你帅吗 那也得是别人说呀 哪有自封的呀 对不对 哪有自封的呀 标的是上证 配置的个股是以上海股为主吗 对吗 不对啊 标的其实无所谓是上证 还是深层值还是什么什么的 无所谓啊 我原来就跟大家说过 我们选择上证指数 是为了解决指数的唯一值问题 对 深层值呢 明显就不符合大多数股的行为 就比方说这个 我们现在4500只股票 那4500只股票的平均的市场的行为 给哪一个指数更接近 哪一个指数就更适合 对吧 所以呢 我们选择了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是最接近的 我们通过这个有数据支撑 我们当时改这个上证指数 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并不是说我们以上证指数 作为标的指数之后 我们就要做上海的股票 完全不对 完全不对 你该做什么股票 还做什么股票 指数为了解决仓位问题 和解决操作标准的唯一指问题 只是为了这两个问题 停词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万德权A最符合标准 不要胡说八道的 你都被接演两次了 因为指数它存在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你加不加权重的问题 你看上证五年 它其实就是传证股票特别大 对吧 它只代表了大反股 你中证五百呢 就相对于代表了小反股 是吧 从指数的角度来讲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去旅游害怕被关 因为各地政策不一样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 一个段子是吧 顾湘是一张火车票 你在这头我在那头 什么的 然后现在顾湘是一个核酸证明 你在这头我在那头 那头说你就别回这头了 那头说你就别回这头了 你就在那头吧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上证五年 上证五年今天走势比较强 前一天走势比较弱 上证五年我一开始说 你要有一个大的思维 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你要说我就去这一趟结构修编 那上证五年就应该卖出 你要说我就想做五了 那上证五年就在持有 对吧 这么个逻辑吧 前一天讲上证五年 说的很清楚 咱们的交易式软件可以自己编辑创建指数吗 不可以 不可以 因为它计算的东西太多了 你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你会挤个资源股 我把资源股来一个资源股指数是吧 然后我自己选了六只股票 让它生成一个指数 起一个名是吧 像刚才那个学生的名字 也比学校名还帅的指数 不行啊 因为这个里面涉及的问题很多啊 第一个呢 你需要计算历史的 一个取历史吧 这六只股票你需要计算历史的走势 对吧 从什么时候开始指数 指数的标准是多少呢 是100呢还是1000呢 除权除息怎么办呢 怎么如何处理呢 很多问题啊 很多问题啊 没有办法弄 没办法弄啊 现在北京下雪啊 从早上一直下到现在 今天应该是这个冬天 第二大的雪啊 不是最大的雪啊 上次有一场雪比这场大 但是现在这次没停呢 不知道这个大雪下到什么时候啊 所以现在来讲呢 就是这个行情这是很无聊的嘛 你看今天中位数跌的2.7% 其实就算 对吧 算大阴线了 中位数啊 但是我们毕竟是减了仓的嘛 所以呢问题不大 对不对 我们现在最关心的 就是什么位置上买回来 对不对 你们最关心的是这个 很复杂啊 这个编指数这个很复杂 什么时候止跌 那知道 知道不就告诉你了吗 我们所说的确定性的低点 就是认为这个地方止跌的 债率比较大 而现在没有啊 现在呢价格在两趋势之下 没有结构 没有序列 你凭什么判断低点呢 你要说趋势 又没有突破趋势 你又凭什么判断低点了 对不对 所以什么时候判断止跌 不知道 知道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 快乐阿甘 止跌的时候止跌 你这样回答也行 我那么回答好像有点 对吧 有点霸道了 对吧 什么时候止跌 老师回答 请问老师 什么时候止跌 老师回答 不知道 好像有点霸道了 那老师如果回答 止跌的时候止跌 我怕你更改正 但是我们现在 毕竟是无法判断低点 所以你是至少是不符合买回来的条件的 那就等着呗 但是不远了 你看现在目前价格能在 短期通道上轨的下边 和在最低价 上边 最低缩管价上边 他们俩是各50% 差不多50% 如果向上涨 这个空间的50%的话 那就突破了短期趋势的上轨 那应该买入 如果向下 就会形成 分钟线的底部结构 也会买入 然后大家看日线 看这张图 第一张图 短期趋势的上轨 我画新画也圆圈 然后长期趋势的下轨 价格在这两个中间 对吧 向上 挡到这买入 向下到这 出结构 大概率也会 好吧 因此基本上 它不会太长时间 不会太长时间 但明天肯定不是吧 下周 咱们都说下周的 这里是牛市吗 三国锋学员问的 你说呢 今天三千 四千 四千五百只股票 均价 中位数 跌幅2.7% 你说今天是牛市吗 你是来 捣乱的吧 用Excel 自己做一个算数平均 可以用作散考 没意义 我刚才说的意思就是没意义 因为编制数还涉及到一个 不同的股票所占的比例的问题 是按全众算还是按平均 你说一百只股票 五只股票 你的资源物流五只股票 会有一百万 或是每只买二十万 还是有些股票买的多 有些股票买的少等等 还不一样 没必要去研究那个事 研究那个事怎么办呢 你说你换股票了那指数 指数怎么办呢 除非你不换股票对不对 就是这样 除非你不换股票 不换股票那你 还炒什么股呢 你炒指数就完了呗 那不换股票你炒指数就完了呗 你干嘛编指数呢 指数有啊它 它已经有指数了呀 你干嘛还编呢 对吧 是这个逻辑吧 今天跌 个股跌的是很凶啊 今天个股跌的是很凶 春节战就剩一周了吧 一周零一天明天也算 是不是 那个 下周五开盘了 你们有知道的吗 下周五开不开盘 下周五开不开盘 老师IH能做到波段长多多跌多空吗 你就别说IH了 跟股也做不到 好不好 你说长了我就做多 跌了我就做空 你那是做梦 谁不想长了做多跌了做空 你那是做梦 那开的话那就是那对吧 还有六个交易日 六个交易日 关于这个还有较真说 说牛市 如果从今天的牛市的角度来讲 一边是牛市一边是熊市 你无非就是说上周五连是牛市 对吧 其他的指数是熊市 牛市主要大家要记住这一块 牛市它一定有牛市的特质 我曾经描述过 我说最好的牛市 我说还有一个叫做基本的牛市判定 对吧 我说从常识的角度来讲 对于牛市的判定是你身边的人都赚钱了 你就看看你身边的人是不是都赚钱了 这就是牛市 如果你身边的人都没怎么赚钱 这至少不能判断是牛市 好不好 这是第一个 这是基本的常识性的判断 我说理想中的牛市是什么呢 三大特征 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 让绝大多数的人轻松获利 记得吧 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 让绝大多数的人轻松获利 三个条件 绝大多数时间 明年十二个月 你得让我十个月赚钱的 绝大多数人的就是一百万人 得让我八十万人赚钱的 轻松获利就是让我赚的别那么难的 对吧 这就是理想中的牛市 他现在肯定没到的 未来有一天会到的 但是千里之行始绝足下 我们的一天一天做好 就真正来牛市的时候 你想不赚钱也很难 就跟熊市的过程中 你非要抄这个底 去逆时而行对吧 就说我不管大盘 大盘是熊市 但是我就能选出好的股票来 不要逆时而行 春节 2022年春节放假安排如下 1月31号星期一 除夕一到二月六号 放假共七天 二月七号上班 今天个股为什么跌的这么厉害 涨跌都很正常 价格是不容易切的 有些时候就是说 我们只需要知道转点就行了 其他的过程中 转着点你要知道就行了 我等啊等 我家的牛都老了 你家有牛呢 这个现在也不是熊市 对不对 去年是牛市 今天也不是熊市 今天是震荡市 牛完之后震荡 震荡完之后继续走牛的概率大 但你要期待的每年都牛市 这不现实呀 所以它没有那么坏 它也没有那么好 它没有那么好 可是它也没有那么坏 对不对 全面牛市应该不会有了吧 中国股市 有市场必然有牛熊 就是不仅会有牛市 也会有熊市 它是必然的 好不好 你想拦也拦不住的 也不只会有牛市 也会有熊市 也会有股灾 是吧 其实被称之为股灾的就是2015年 下来年 就是那一年 就那一步行情被称之为股灾 其他的时候都没有被称之为股灾 你看2008年那个跌幅 肯定是跌幅非常大的 是吧 之前就是不成熟了 95年以前那种股市 不太成熟 是吧 那你要说成熟的股市里面 就是2008年 是吧 08年 6124点跌到1600点 1664点 那跌幅相当大 但是它没有被称之为股灾 就是因为它用了一年的时间 2015年 下个年 2015年那一波 其实我们判断 是吧 当时我用 当时没有市场人 没有人说股灾这两个字 我说的 我描述的叫做断崖式下跌 而且我提前讲的 跟我描述的基本差不多 断崖式下跌 股灾 但是你说这三十年 就一次被称之为股灾 这代表的 它更不常见 你不用天天都担心 这担心大的 幸亏那时没进来 成功多归 成功多归股灾 咱们学院区 那波股灾 其实躲的还不错 因为股灾是6月15号开始的 6月15号出日线顶部结构 你说这话 对不对 而且6月15号之前 我前一周 我让大家举刀 举刀就是为了砍股票 我说举刀 举刀 举刀 6月15号 手起刀落 你看我十年那本书 把股灾那个过程 描述的历历尽致 十年那本书 是很有意思的那本书 它用一个时间的维度 它记录了在不同的行业下 当时是如何应对的 当然了 到现在这都好多年都过去了 好多人都忘了这件事了 好多人都忘了这件事了 大家现在相对来讲 就比较记得 就是去年 前年应该是 2020年的2月4号 对吧 当时所有股票都跌停了是吧 疫情好恐慌 所有人都懵了 然后我们说买入 对吧 而且一般都是收款买 我们那天高则家开款买 9点30分买 是吧 2月4号 然后3月19号 然后到去年 去年其实没有特别重要的高点和地点 就是那种级别的 像19年1月4号 或者2020年2月4号 这种级别的高地点没有 全年都没有 到现在也没有 你说我现在是吧 不仅收行情的折磨 还收某些学员的折磨 那我也没办法 你说我不能给编住一个高地点了 我说这地方有高点和低点 那不行 你必须得有足够的理由支撑 它必须得符合规则 对吧 你就整体来讲 就最近的这些年 从股灾开始到最近的这些年 我们的判断是很靠谱了 你细想想 我们的判断是很靠谱的 举是举起来了 但是没有舍得砍下 最后砍到大腿上了 好吧 古灾3点是吧 我们抄了三四点 有砍就有抄 所有卖出 不以买入为目的的卖出 都是耍流氓 所以我们每次卖出都是为了买入 这次也是为了更好的买 好吧 这次也是为了更好的买 下周如果能出现买入十斤的最好了 下周如果不出现呢 你等着呗 那时候即使遇到老师也不会相信 需要明算啥 我自己就是股神 所以牛肢的时候各个都是股神 牛肢的时候各个都是股神 但是呢 说几件事 第一个就是 在过去的这些年里 快牛通常都对应了大胸 第二个就是 在你自以为最安全的时候 就是最危险的时候 所以呢 你如果能够保持着 始终把风险放在你投资生涯当中的第一位 这件事是非常好的习惯 我呢其实 十八九年前吧 还是二十 差不多吧 二十年了是吧 就是在我 证券交易生涯的初期 遇到非常大的风险 使得我在那之后 一直把风险放在第一位 到现在为止都是啊 风险是放在第一位 好吧 不多讲了啊 不多讲了 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见